A跟B 那麼半徑比的話是2比1 好 來 關鍵是把他圈起來好不好 他說他的質量比是相同的 把他畫起來 齁 質量相同 其實質量相同相當的幾比幾啊 就是1比1嘛 對不對 好 那麼請問你密度比幾比幾 好 密度來 公式起來去 D得什麼 是不是D得B分之耶 對吧 好 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那個算法 就是如果我要知道密度比 就相當於我代公式裡面 找什麼 如果要知道A的密度的話 那要找誰 A的體積跟A的質量吧 對不對 那如果要算B的話呢 找B的密度要找誰 找B的體積跟B的質量吧 好 那這裡不是告訴你2比1的嗎 質量比不是1比1嗎 好 我先寫我會的齁 密度比的話就相當於A的B分之耶 還有B的B分之耶 去比例就可以了 好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先看M的部分 因為是1比1 所以兩個都寫多少 1 先寫上去 好 比較難的地方是他的半徑 他的體積比 那體積比的話跟半徑比有什麼關係 你有兩個方法啦齁 方法一就是這個在公式 好 那我就用這個公式算給你看好了 來 請問你 半徑如果2比1的話 體積應該是多少 體積 這個你沒有學過對不對 你把他洗上去喔 球的體積多少 來 你要講話了 球的體積的公式 你把他洗上去好不好 球的體積 趕快注意聽 球的體積的公式是3分之4 3分之4胎R3次方 如果你以後想要知道球怎麼算體積的話 就在這個公式 就是3分之4胎R3次方 但我們今天不用他 我只是告訴你說 半徑比跟體積比的關係 好 你記一下喔 當我告訴你半徑是2比1的話 那體積應該會變多少 應該是2的3次方比上1的3次方 這個我教你怎麼去想齁 長度跟面積之間的關聯性 你要記下來喔 因為以後你數學也會用得到喔 數學也會用得到 你自己把它洗上去喔 長度 如果我告訴你說長度是A比B的話 那麼他的面積 不管什麼東西的面積喔 他們的面積比會變多少 就會變成是A平方比上B平方 然後體積呢會變幾比幾 就一定會是A三方比上B三方 你把它記下來 只要我題目給你其中一個 比如說我告訴你長度是3比2 那麼他的面積就是3的平方 比上2的平方 這邊 那這邊就是3的平方比上2的平方 那體積呢就會是3的3次方 比上2的3次方 像這樣子 OK 可以了齁 好 你可以先超上去 好那回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所以他的體積比呢 就應該是2的3次方比上1的3次方 所以等多少 應該等於8分之1比1 那8分之1比1 你要變整數比要乘幾 全部乘幾倍 全部乘8倍 所以變成的是1比8 所以答案選誰 答案選的是豬 這樣子 會嗎 可以 可以啦齁 OK 好 那麼下面第二題的話 第五題的話呢 跟第四題完全一模一樣齁 他告訴你體積比是2比3 體積 對 質量比是2比3 對不起 質量比2比3 我把它畫起來 體積比呢 3比2 那請問你 密度比幾比幾 又來了 公式就在上面而已 所以我就不寫了齁 來也是一樣齁 我如果要知道他們的密度比 就像這樣子求什麼 質量除以體積嘛對不對 質量多少 2比3 然後下去2 3 比上體積呢 3 2 所以答案就是3分之2 比3 2分之3 那異會不會變成整數嘛 所以全部乘幾倍 全部乘6倍 對不對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就變成是4比9 所以答案選豬 所以你會發現 第四題跟第五題的解法 其實是大成小異 那當然 一定是第四題稍微難一點 OK